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就是類似長這樣 當然就輸入成績 不過這邊可能會有防呆的問題 因為如果沒有輸入成績 按送出會錯誤 Value L 就是說 因為你經過INT 就是你INT裡面給它空的 它會出現錯誤 那這地方的話 如果要防呆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去修改 延伸性的 我想就不做了 因為前面我們講過類似 還有印象吧 比如說你A沒有輸入 你就要彈出 彈出什麼 假設它沒輸入 你就要在底下彈出 請輸入B 還記得吧 我們不是有一個什麼 如果做錯的話 它會再彈回來 然後那個Fone Color 等於那個紅色的 有沒有有印象吧 所以那個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去 讓它改得更完善一點 不要說 一打這個程式之後發現 哇 讓User端看到 你這個程式有問題 有BUG 盡量就是 看你有沒有把房貸的部分解決掉 這個部分自己在練習 應該前面講過 我就不再多贅述 再來的話 我們還要再做什麼呢 如果說我今天 讀取成績 因為你會發現 我們如果成績 假設長度不定 或者是說第二個 可能我們有大量的成績 那我最好是什麼呢 輸入完之後 直接就載進來就好了 然後把那個檔案讀進來 或者甚至網頁也是這樣 可以讓大家上傳檔案 然後上傳一個它輸入好的檔案 然後中間加豆點 這樣的話會更方便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輸入成績 不是用錶單 而是用什麼 類似什麼呢 我這邊秀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 我們剛剛我先把它刪掉一下 輸入成績 如果我今天要變化好了 那我是建議你這個輸入成績 按複製 Copy一下 再貼一下 盡量把舊的版本留下 成績輸入2 也許這個是用什麼 再把成績輸入2打開 這個的話呢 跟前面的差別在哪裡 就是呢 如果我今天輸入的不是 不斷輸入 而是我先輸入到某個檔案裡面 再把它讀進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可能會接受到什麼 讀檔的問題 這個上學期有講過 應該不知道有印象 所以呢 首先呢 請各位 先建一個檔案 在哪裡建呢 在Src的下方 new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也許是tst 也許是csv都可以 我們是file 那假設是國語好了 ch.tst 好 假設我建一個 這個檔案 放在sauce底下 然後呢 我就輸入乘7 中間加什麼呢 加豆點 比如說 我就一直輸入 反正老師輸入乘7 然後呢 你就不要讓他麻煩 你就跟他講說 你全部都輸入完之後 一次再給我就好了 你不要這麼麻煩 還要一直在那邊 keykeykey 不然的話 好像現在期末了 老師要交成績很麻煩 最好是 他輸入整批的 或者乾脆從sauce裡面貼過來 然後就讓他上傳 或怎麼樣 反正各種方法 讓他更方便 好 那假如說我隨便輸入幾個 輸入完之後呢 我把它儲存 那他在根目底下呢 會多一個文字檔 這個文字檔裡面呢 就是這些成績 那假如說啦 這些成績就是我剛剛一直輸入的東西 不要用 壞回圈 而是直接什麼 讀進來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檔我要怎麼讀進來 這個檔喔 OK 怎麼讀進來 不過我用輸入成績2好了 第一個當然不用壞回圈 第一個 把它關掉了 OK 一樣的方法 再來的話呢 特別說這個是Python裡面 因為我們等一下再把它轉移到 我剛剛講過了 習慣是先在那個什麼 在Python先測試OK 再轉移 這個好處是 程式會比較好理解 不然的話 你Jungle東西 又是View又是UIL 然後又是Template 有些同學搞不清楚 反而頭與腦杖 這邊測試OK再搬過去 保證成功的 OK 而且也會可以寫得比較優雅 不用在那邊管東管西的 再來的話怎麼樣呢 我需要什麼 把它讀進來 讀檔部分各位還記得嗎 其實在Python裡面 讀檔非常簡單 程式呢 只要一行就把它讀進來 這簡直是太方便了 比其他語言更方便 就一個F好了 在F名稱的話 你可以取別的名稱都OK 用OPEN的函數 OPEN什麼呢 告訴他說 在我旁邊有個CH的.tst 然後呢 你要做什麼呢 把它讀進來 逗點 如果是讀就是R 如果是寫就是W 如果是寫加新增 就是不斷把很多檔會在一起 就是W加...就是... 嗯...加B 蛤? WB吧 不...WA 不...更這樣 應該是只要A就可以 APPEN 就是串串串串串 其實雲端上也有類似的範例 我是把那個什麼郵局的 全省郵局 總共有幾十個檔案 然後呢 一鍵執行 全部都把它匯整在一個 就是類似 開檔 寫檔 開檔 寫檔 就這樣而已 程式不多 但是很方便 就可以匯整 我覺得Python這部分真的是很厲害 程式真的很簡潔 這樣就開起來了 開完之後的話呢 它就把它讀到F裡面去 那我可以利用F這個物件裡面 產生前面一個S 這個S是我產生的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你可以 假設S等於什麼 F裡面有個方法 就是叫讀一行 因為我這個東西呢 目前只有一行 那我就把那一行讀進來的 F點ReaderLine 特別主要ReaderLine 這個後面加一個小瓜糊 讀一行的意思 以後如果說你有很多行的話 特別主要你就加一個ReaderLine Line 就全部讀進來了 讀一行就ReaderLine 讀很多行呢 ReaderLine 不過ReaderLine 它讀進來的話 它就變成一個串列了 一行一個串 就是一直串一直串就對了 那ReaderLine 一行呢 就是讀進來就一個字串 指的是什麼 這裡面的字 這裡面的字 讀進來 那讀進來之後裡面的話 一個字串 可是問題我需要怎麼樣 把它分割 那分割還記得吧 我可以用Sprint的方法 有沒有 把它怎麼樣 切 切完之後呢 它就變成一個串列了 那串列之後的話 我可以丟給誰 丟給這個Score 因為我有個Score 它切完之後呢 會變成一個串列 所以等於什麼呢 等於S 等一下 大寫S 電什麼呢 Sprint 這個有印象嘛 然後呢 小瓜糊 那我中間的分割符號是 豆點 還有什麼 這個 就會變成那個 我們剛剛的串列了 串列部分的話 因為裡面沒有-1 所以呢 我們就把-1 剛剛忘了拿掉 把它拿掉 -1 -1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特別注意 我把換回圈這三行 改寫成 讀檔 這個是開檔 這個是讀檔 這個是切割 三行 OK 大家可以看懂嗎 還蠻重要的 以後的話 這一招就很管用了 好 把它Save一下 再來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這樣OK 總共有幾個人 我不知道輸入幾個 9個人 試一下 直接執行 這個時候 它會出現錯誤 什麼錯誤呢 點一下 他說這一行有問題 哪個問題呢 有沒有發現 Type Air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裡面讀進來的 對 因為我們讀進來 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自竄 對不對 Realize 它這邊是自竄 那你自竄呢 Split也是自竄切割的方法 切完之後呢 它會幫你把它前後加雙語號 比如說96分 它就變這樣子 所以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很簡單 直接在這一行前面加什麼 INT 就把它轉型就好啦 OK 應該可以理解啦 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呢 OK RUN一下 對 9位 然後呢 總分多少 平均多少 這樣OK了 不過剛剛有同學提供一個更好的 就是 那個加總部分有沒有 TOTAL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 如果你不跑回圈的話 其實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SUM 我發現可以跟那個ECL差不多 SUM刮弧 然後把那個串列放進來 這個串列放進來 它有SUM的那個 一個Function OK 有點像那個在ECL裡面使用 把那個範圍給它 它也好像一樣 剛剛同學有提到 我就試一下 應該OK 不過這邊 這邊的話 那就不行了 因為它這邊的話 它會是什麼 它裡面的話是 那個 那個 智串 所以智串要加總 它就會出現問題 不過它如果 我如果把它怎麼樣 如果你在這邊加一個 這個嗎 這個切之前加INT 切過去 不過這樣OK 好像也不行 它不能 好像它這個就會有問題 如果我今天是讀檔進來的話 用上函數 也許就會出問題了 不過這個也許 如果你讀進來 假設轉 還是要轉型 個別轉 那就 就沒那麼方便 所以這個可能 參考一下 剛剛同學有提到 也許 可以試試看 就是 如果你不跑回圈 因為它可以把一個一個資料 讀出來之後 再加總 但如果你今天要整個轉型 它好像不支援 整個轉型 試一下 請各位注意一下 重點是這三行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所以呢 這個部分 假設我 第一個先在SRC下方 先新增一個文字檔 再把它讀進來 好